你好 欢迎收看1月2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县举行了2024资人大会议师迎花莲 这个盛会集结六大原住民族的公益师 为民众呈现一场融合多元文化的织布饗宴 活动主题是以圆满共荣为主轴 融合了传统和现代元素 带来一场视觉上的极致享受 2024花莲县资人大会议师 27号在花莲县台湾云住民族文化馆举办 这次活动以穿梭南岛经纬编织编织花莲县的梦想为主题 结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 展现多元文化的新活相传 花莲县资人大会云住民族处长独呼扫宴表示 云住民族从古至今流传着织布的文化 过去人们视织布为公寓 回过头来如何让织布文化向上发扬 并且与生活融合在一起 是现今重要的课题 因此县福近年来积极发展 云住民族时尚产业 培育相关人才 希望以时尚风气带动各个资人创作的动力 也希望结合业界设计师 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投入云住民时尚产业 让世界看见台湾云住民之美 我们今天举办的是花莲县的百人资人大会师 那么其实今天来的资人呢 不只是花莲六大族群 我们还邀请了外县市的其他族群 包括泰雅族 赛夏族还有远从兰宇来的达物族 另外我们也有一位印尼的工艺师 一起来共襄盛举 但是今天这个活动呢 除了是我们把一百位的资人聚集在一起 大家互相交流分享之外呢 我们也筹备了4月3号到5号的南岛布市艺术节 我们希望呢 藉由这样的活动来聚集南岛跟台湾原住民族 所有时尚跟编织的工艺品 在这个三天的活动举办的过程中来呈现给大家 让原住民的编织工艺呢 从工艺的层次能够提升到时尚跟产业经济的层次 那么除了4月3号到5号的这个南岛布市艺术节之外呢 我们现在进行也在进行这个时尚新秀的选拔 那么这个活动呢会到2月16号指 我们希望全台湾所有的原住民时尚设计师能够来投建 我们最终会选出45件的作品 也在4月3号到5号的南岛布市艺术节 来走秀来呈现 那欢迎全国的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 县府部落经济科科长邓凯瑞表示 县府透过编织工艺文化的办理能够让工艺师对传宠记忆不断提升兴趣以及文化自信心 以及提升花蕾云住民工艺师知名度的地位 更鼓励更多人参与学习工艺的技能 期盼透过百位知人大会师活动让全国全世界都能够看到台湾云住民族工艺的独特魅力 而这份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未来也会积极推动举办更多的盛世盛典 持续展现台湾多元其精彩的文化风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